HELLO 各位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HINGO 歡迎再度回到我的頻道 OK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 介紹爆料一個料 臨時看到 就是說說這一季的D4 不不不 IFO SM2 這一季的天梯呢 那有消息 也就是換季 那根據凱恩之腳的這個報導 有人說啦 這個幾天前有人在 推特裡面呢 他截一張圖下來 他有跟 問這個 IFO SM2的社群經理亞當 他說他意思就是說 D2的天梯呢 等重置的時間 那得到了一個回應 那亞當他是說呢 他有提到就是說說呢 D2的這個 即將要到來了 他下一個賽季呢 那即將在9月底 也就是9月1號的時候 他回復了 也就是說說 目前這一次的話 的話來講的話呢 時間上 這一季的話 時間上 拖了比較久一點 其實我記得我以前我有說過 第一季的 每一季的IFO SM的 天梯 通常就是 4個月到半年 那在上一次的話 就是因為 三個月就換季 我自己覺得很傻眼 那這一次他已經有 確定一個消息 也就是說 所謂的 到 9月底 那也就是說這一次他有 包含 就是說 暗黑4的 賽季 還有暗黑3的賽季 還有暗黑2的賽季 那我現在可以跟大家 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大概可以推論一下 就是說如果說暗黑破壞神4的賽季 基本上是三個月不變的話 那也就是說下一次的 這個賽季 D2R的賽季的話 有可能就是 會比暗黑破壞神4要晚一個月 或是到兩個月 他會換季 那通常 這是天梯的這個機制 天梯機制通常就是說 其實 我記得以前好像是4個月到半年 我記得我之前我有說過 我覺得之前 第一季舊版的 天梯的版本 那好 我就覺得說說 至少 暴雪呢 他 在 暗黑破壞神2的這一塊的 從事版這邊呢 至少他沒有放生 因為之前的舊版就是暗黑破壞神 舊版真的是放生了好一段時間 那這一點的話 至少呢 我個人是覺得說 暴雪至少這個 最近大家也很討厭 暴雪的燒燒作 包括我在內 但是至少這一點的話呢 他做的是還不錯 還會有考慮到 D2R的 一些玩家們 那相對的 很諷刺的就是說 因為暗黑市這一次的 不到 三個月的時間 那已經打了 今天是9月4號 我在錄這邊文章的時候 剛剛是9月4號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那9月4號這個時候 因為明天 就是暴雪的暗黑人士呢 打折是最後一天 那也就是說 最後呢 就是說這幾天當中的話來講 其實好像也吸引不太到 玩家 去玩暗黑破壞層次 那相對來講 就是說大家可能會 退而起之的去玩暗黑3 或是暗黑 那相對的 我在這兩天 你有如果看我的頻道都知道 我有在玩 戰地鳳雲 我今晚錄了幾個影片 然後我會陸陸續的 的上傳 那 還有暗黑2的話呢 我這兩天我有稍微去 觀看一下 那的確 天梯的模式呢 玩家是有變少 天梯暗黑2 天梯玩家 那我在玩的專家模式 人還是沒有變多 因為專家模式 對 就是因為比較難 那這邊他們有回應了 我這邊有回應 所以說呢 我個人覺得說 我對這篇文章來講的話呢 我個人是保持的是一個 算是比較樂觀的一個態度 去看這篇文章 當然啦 就是說說呢 至於 他們要怎麼去 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新的內容 或是說會 拔福或任務哪一些東西呢 我是覺得蠻 好奇的 當然呢 我覺得說如果你有玩過二代跟三代的 二代的重置版 就是三代的話 暗黑的話 它會做所謂的 PDR的一個伺服器的測試 那 比較傻眼的是暗黑4並沒有PDR可以給你測試 所以說呢 如果說 這幾天如果 暗黑2重置版 PDR如果有上市的話呢 那大概就是 PDR沒多久 的一兩個禮拜呢 那正式的 那個版本呢 或是說新的賽季 它就會去試出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這一次 iPhone 2呢 是否 是否能夠說帶一些新的東西 但當然呢 看能不能說 再 重新的 再找回 其他 暗黑怪神師的那一些 玩家 因為再怎麼樣 你還是暴雪的遊戲 至於iPhone呢 是我也不想講 因為 對 因為 目前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說它會不會變好呢 我個人覺得 對不起 我個人 不認為它會變好 對不起 我真的不認為它會變好 我是Tito 那今天晚上呢 我會在 上傳 兩部到三部的 戰地風雨的 這個影片 我先賣一關 大家就持續 手機 鎖定我的頻道 如果你是我的新的訂閱者呢 很 感謝你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是 知情的訂閱者呢 那 就是說說 這一段時間呢 我可能還會再上傳其他的遊戲 可能是比較 你們 會有點 訝異的 遊戲的類型 只要我有時間的話 我是Tito 我們下個影片在這邊 吃飯店看吧 bye